新北市永和區立委候選人陳凱寧 上個月發文透露自己的爸爸正式脫口秀演員博恩 影片當中收下五萬元小費的外送員 媽媽並沒有過世 而爸爸墜機生還的故事 後續也遭國防部證實並沒有發聲 他代替道歉暫停選舉行政一週 來到選前最後一個週末 陳凱寧再次站上街頭掃街拜票 探言心情打受影響 本來是很擔心的 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那麼大事件 然後讓家人的事情搬上檯面 都有來說是滿憧憬 當時魏宋元聲稱自己患有淋巴癌 妻子已經過世獨立撫養三個孩子 還要照顧癱瘓的母親 陳凱寧解釋這套說詞 其實爸爸從小就習慣這樣說 他本來就是比較不太會像 去跟人家講說他離婚的事情 那媽媽也知道 雖然我們是不太認同那種做法 但是就是他長久以來的習慣 倒數一週把握時間拜票 而暫停選舉活動 又再度付出的還有他 花蓮市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張美惠競選總部的公讀生 日前無照駕駛意外撞死 騎乘電動自行車的婦人 張美惠公開道歉 宣布暫停競選活動 成立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七號一早 張美惠團隊再次站上 花蓮市重慶市場路口 與往來的民眾熱心揮手 我們是越挫越勇的團隊 那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困難 每一個困境跟挑戰 我們都是勇敢堅強 而且非常務實的去面對 跟處理以及解決問題 旋戰進入最後倒數 儘管發生不少小插曲 戰盡反面 但已經沒剩幾天 還是得把最後一里路走完 TBS新聞視線員高志宏 蔡幸宇 新北花蓮採訪報道 1月13號 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即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帶給你最深入的關係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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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定TVBS新聞網